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啰大家好呀 我是掰掰 今天來到我們第三集的海龜湯故事 OK 我們開始吧 哎喲 又是這位熟悉的小姐姐 她每次只穿這件黃色的衣服 想挑戰海龜湯故事 OK 我們上次玩到哪裡了 我們來看看 今天我們來玩第六的 令人畏懼的目光 欸 她醒來然後有很多人在看著她 然後有人在人群中 驚叫了一聲 然後每個人都害怕了起來 就直接跑走 OK 我們先來看看提問 請選擇要提問的關鍵字 恩 雅姆 關於雅姆的什麼問題呢 年幼 面容可怕 年長 尊貴 她面容可怕嘛 所以那個人才會在人群中 然後就被她的樣子嚇到 是 是 尤其是她眨眼的時候 欸 OK 那她是年級大還是年級小 我們看看 年長嗎 欸 精巧的提問 是 算下來在場所有人的年齡 加起來都沒有她大 欸 欸 欸 那不就很老 欸 我們看看喔 OK 我們來看一下她的眼睛 剛剛她是不是有說 尤其是雅姆長眼睛的時候特別可怕 我們來看一下 關於眼睛的什麼問題呢 她的 不能睜開眼睛 不能睜開嗎 那光線很強烈 是因為她眼睛太久不能睜開 所以才這樣嗎 我們來看看 欸 是 是 本不該這樣的 什麼意思 所以她原本是睜 眼睛是沒有事情 然後 欸 我們來看看房間 房間的什麼問題呢 明亮 人 人 玩家裡很多人 剛剛已經說了人群嘻嘻嚷嚷 還是她其實是在醫院 然後她可能現在總昏迷很久沒有醒來 氣 器械 我們來看看有沒有氣械 火 火 OK 裝飾 明亮 地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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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地毯嗎 醫院的話好像是有地毯對不對 沒有 欸 布料 為什麼會有布料 醫院的話照理來說應該很乾淨 那應該不是醫院的感覺 我們來看看人群 人群的什麼問題呢 武器 罪犯的手機 畏懼 人群畏懼的是亞母本人嗎 是的 精彩的提問 是 是 他們看到了超自然的東西 還是其實亞母 因為剛剛說了嘛 亞母她是 全部人的年齡加起來都沒有她大 還是亞母其實是死了很久 然後她突然就蹦一下就復活了 所以大家全部就很怕 我們來看看 地上有很多布料 她穿著很奇怪嗎 唉唷 又進小提問 唉 是的 是的 相對在場的人非常的奇怪 解鎖穿著 OK 我們來看一下 穿著的什麼問題呢 華麗 鎧甲 球服 破爛 繃帶 誇張 鎧甲應該不可能 鎧甲是硬邦邦沒有布料 球服 恩 還是她其實是球服 她其實是球犯 但是感覺應該也不可能吧 不 不是 OK 華麗 破爛 誇張 破爛 她有破爛嗎 不 沒有破爛 還是是崩帶 欸等一下 如果她是一個木乃伊的話 那就符合了呀 就是她年紀很大很古老 然後地上有布料 看經常提問 是 是 從頭到腳才能崩帶 看吧 她就是一個木乃伊 OK 我們來看一下崩帶 崩帶 關於崩帶的什麼問題呢 受傷 生病古老 古老 是不是木乃伊呢 我們來看看 是的 上千年 那應該是木乃伊沒錯了 我們來看一下回答 雅某為什麼覺得光線刺眼 因為她很久沒有見到光 眾人為什麼害怕 屍體長眼了 因為木乃伊也算屍體嘛 雅某的身份是 法老王 OK 正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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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什麼什麼什麼 完全正確 正確了 OK 我們來看一下真相好不好 雅某是法老的木乃伊 這一天突然睜開眼睛 把來參觀的遊客下個半死 原來是這樣 怪不得 有那麼多的人 OK 我們來看一下上一篇